麦子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成都绘制动力的刘德宝 那么咱们这次可能 主要是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个场景恢复这个功能 在UFT当中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么什么是场景恢复呢 也就是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执行场景 因为一些异常情况产生了 导致我们的这个执行呢 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那么我们在做自动化测试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实际上叫无人职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的程序经过我们的设定编写 然后呢 加载成功完成以后 可能他就自己去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 最终我们只是收结果 但是呢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产生了一些异常 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 早上我们这个脚本 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 那么几个例子 比方说某一个这个 后台管理系统 假如说是这个 这个扣服系统 后台管理系统 那么当一个电话进来的时候 或者当一个什么页部请求进来的时候呢 可能呢 在界面的屏幕上会弹出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呢 需要人工来确定 把它点掉 把它取消掉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做自动化测试过程当中 需要在这个页面当中输入某个数据的时候的话呢 正是恰好 又来了一条公单提示信息 这个时候的话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焦点是在这个弹子对话框上面 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 就是说没有办法再实现这个无人指手的出事了 那在这种情况就可能需要什么 使用这个EFD的长距恢复功能 当然的话呢 我们为了避免这样一些异常的产生的话 也可以什么 利用编程的方法来屏蔽掉 比方说我们在VBS里面可以使用什么呀 一些什么呀 错误的判断语句 但是需要注意的 注意的 如果说你在代码里面写一些什么呀 这个错误判断的语句的话呢 你再用场景恢复可能不一定好使了 也就是说他不能做双重的这种这个验证 对于一个错误啊 可能没有办法做双重验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建议呢 最好就是说 你要么就是用VBS编程来实现 还有个要么就是用什么场景恢复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在UFD当中是用场景恢复 我们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们构造一种场景 这个场景呢 就是是这样子的 比方说我还是一样的 用飞机登录的 假如是我现在要在这个过程上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 点登录 可这个时候假如说是这样子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么一个创合 那么我们的UFD脚本 想在AgentName里面输密码 输用户名的时候根本输不进去 为什么 大家看 我点的时候 你这个焦点一直在这个对号框上 那么我想执行下一步 我只能把它取消掉 或者是确定掉 这样才能重新使得获得焦点 再往下走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UFD是怎么解决的 还是那样 我们先把这个UFD打开 然后呢创建一个脚本 好我们看一下以前创建的脚本可不可以使用 好我们把这些关掉 这是上一次给给大家讲的知识点 我们把它删掉就行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用户迷你记得写对了 是吧 这个地方呢 你得把它启用 好 保存一下 那这个是之前的一个代码 那现在看上去肯定是可以执行的 那假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构建这样的一个文件 好 点资源 那在UFD里面在资源下面有一个叫恢复场景管理器 恢复场景管理器 然后的话呢 如果你已经有的话呢 你这里面就点打开一个 对不对 比方说这里面以前创建的可能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如果你没有呢 你就新建点了没有用的 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如果没有呢 你就点下面这个按钮 看到没有 新建场景 好 出现这么一个向导 一般情况下 我们按照这个向导来说就可以了啊 它提供了四种可能性 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下 四种场合可以使用 第一 定义中断测试运行的触发事件 这是一个流程啊 定义这个场景恢复的流程 第二步是指定 继续所需的恢复操作 也就是当 你确定哪些情况下 我们可以启用这个场景恢复 然后呢 再定义一下 针对于不同的场景 我们应该怎么做 然后呢 再选择什么 你恢复了以后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异常处理到以后 你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做 啊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点下一步 首先第一步是定义什么 触发的事件 在UFD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提供了四种 第一种是弹出失窗口 比方像我刚才那种情况 就叫弹出失窗口的 还有像以前这个 大家以前用这个浏览器啊 IE5.5以前的版本 里面经常会碰到这种什么 脚本错误 一直在那弹 不但那弹窗 你根本没有办法执行下一步 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都叫弹出失窗口 那么第二种是对象的状态 所以应用程序中的对象的属性值 与指定的值匹配 那么你可以指定什么 分层结构中的每个对象的属性值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些属性值啊 或者有些对象有多个属性的话呢 或者多个值的情况下呢 你也可以什么呀 从这样的方法来做一个场景恢复 避免什么呀 这个值匹配不起来啊 那么第三种是测试运行的 在测试运行过程中 某一个步骤没有通过 比方说这个大家之前看到的 说对象找不着 对吧 对象没有办法通过到 没有办法找到 那这个时候就导致这一步执行不下去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什么呀 跳过或者是什么找的 那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那么第四种是什么呢 应用程序崩溃的时候 测试测试测试 比方说我们的小飞机 测试测试 小飞机停止掉了 崩溃掉了 甚至于我们的系统什么 里面所有的应用程序 可能都有产生一种崩溃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该怎么做 对吧 那当然这种情况 一般就比较极端了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就以第一个为例子 给大家做个介绍 好 先下一步 这个时候你就识别一下 是哪些床体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我刚才构造的 这么一个数据 假如说我运行过程当中 我的背色对象 出现了这么一个床口 我应该采取什么操作 那这个床口 你怎么去定义 怎么去识别呢 你看它本身提供了 这么一个功能 点这个小手 点一下它 看见 自动的把有可能出现的东西 补进来了 然后呢 你把正值表达字勾上 这样匹配度会更高一些 也就是说 如果是对话框的窗口 包含这个东西 或者是对话框的内容 包含了这个 那么我们接下来 执行下一步的操作 恢复操作 也就是包含 刚才那个的问题的话 你应该执行什么操作 那么它有四种类型 第一 键盘或者是鼠标的操作 也就是说我 出现刚才那个问题 我应该用键盘 还是鼠标 它组成什么样的操作 第二个是 关闭应用程序进程 直接把刚才程序干点 重新启动 对不对 第三 调用一个函数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把它 启成那些处理函数 通用的函数 大家都可以调用的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选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冲起我们的Windows 这个一般 你不要干这事了 当然了 有可能如果说 你做的是一个批处理 对吧 或者是无人指数的测试的话 你可以什么 用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这里面 是用键盘 或者鼠标操作 下一步 这个是大家看一下 你执行什么样的 恢复操作 当出现那个窗口 你应该怎么样 我这里面看 可以用 单击默认 或者是回抽键 也可以用取消 或者是ESC键 那这个是根据 你的对销的情况来定 我这里面是用确定的 而且确定只有一个按钮 所以说你用默认 或者回抽都是可以的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什么 ESC取消都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 那假如说我们这里面选择什么 取消或者是按ESC键 下一步 好 这个时候你就什么 定义了这么一个什么 场景恢复操作 我现在就定义一个 所以说你把这个给我取消的 下一步 好 当你定义了这个场景 当前这个步骤 你也解决了 异常也处理了 那你应该怎么做 有这几种方式 那么我们肯定是 重复当前的步骤 并继续 为什么 因为当前步骤 你还没做呢 是不是 下一步 好 起个名字 然后就log and test 下一步 好 像当前测试场景添加 创建好了 你就先用一下看看 对不对 其他就不管它 完成 这个时候我们就创建了这么一个什么 长景恢复文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你可以把它保存一下 比方说我可以把它保存 在我们本地 其他的脚本是不是也可以使用 一样就可以的 无所谓的 其他的脚本也是可以使用的 叫QRS 是不是 好 OK 搞定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这里面自己人工构造一个异常 我要wait函数 等五秒钟构造一个异常 我们来看一下 它能不能自动的把这个 把这个确定按钮给我取消掉 那么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 将不先保存一下 好 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好 我去构造一下这个异常 好 大家看一下 那一段时间看到能不能把这个对话港 取消掉 冲上输入正确用户名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五秒钟以后 大家看一下它的识别过程 稍微等一下 它还在匹配 它应该还在匹配 那这个匹配周期多长 一般情况下跟系统的同步的时间有点像 应该是在20秒以内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没有做任何操作 UFT帮我完成了取消刚才那个异常的 然后执行对应的脚本 从而保持整个测试继续下去 这个就是UFT本身提供的一个场景 恢复功能 在我们测试的时候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多设计一些这些场景 也就是从目的其实就是 我的正强力脚本的什么 健壮性 往这脚本的个什么 正确的什么 走不下去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UFT提供的一个场景恢复的功能 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 而相关的知识呢 在我们的UFT本身的帮助里面 也讲了很多了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话呢 学这个自动化对象模型的时候呢 也教一下大家如何从代码级别 来控制我们的场景恢复文件 来进行调用 OK那咱们这个场景恢复功能呢 就给朋友们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